咬文雀字 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 和品味背后的趣闻日事 主持 宋旭文 《云散月明谁点序 天庸海色本澄清》 这两句是苏式夜渡海诗中的两句 意思是说云无散开月色明朗 这些美景是谁点染而成的呢 本来天和海的颜色都是很澄清的 现在所说的就是《云散月明谁点序》的序字 序字的字形是所谓的 轿丝边右边作一个四个右字 序字的字意是连接的意思 例如衣服破裂了 那就用针线来连续起来 由于连续的词句成为文章 又叫做罪文 《文选三刀副义》里面有所谓罪文之事这一句 罪文之事就是指那些做文章的人 即是将词句连续成文的人 这个罪字是作为动词用的 也有些地方可以作为名词用的 例如《楚池招云》里面有这个罪护珠罪这一句 所谓罪护就是那些门线黑了有很多方角 好像作鱼网那样撞的 那些门线就叫做网护 《诛罪》就是在那些方角 互相连续的地方 揉上那些红色 那些互相连续的地方就叫做罪 那就叫做《诛罪》 因为是由红色的 所以叫做《诛罪》 这个是作名词用的 至于点罪的罪字也有这个连接的意思 点罪这两个字可以解释为点染和连续 例如有些风景区因为太过空阔了 所以就种一些树木 建一些平台楼角这样来增加这个景色的美丽 那就叫做点罪 又比如我们家屋里面一幅墙太过空了 我们挂一些话上去又可以叫做点罪 点罪这个词语是我们日常口语是常用的 有一部分人就不读它做罪 读它做点罪 读做绝不是很正确的 本来这个字是可以读做绝 是有绝这个音 不过读做绝就不是这样解法了 读做绝就是驱缩或者停止 例如移礼里面有罪足用燕耳这句 罪足就是作为驱缩的意思 又这个罪字又作停止的意思 礼记恶记里面 他说礼所以罪淫也 罪淫就是停止淫乱的意思 因此点罪就读做点罪就是误读 因为读做绝的时候就不是这样解法了 中国的文字里面常常有多音多语的字 有些时候一个音一个语 有些时候一个音几个语 有些时候又会一个字语而读几个音 多音多语的字等于一个人一生兼几职 他的职位既然不同 他的名称就不相同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字音常常是跟随字意而变更的 例如我们见到行动的行字 我们不能因为银行的行字 亦是这样写法就读它做行的 点罪我们又不能读做点罪的 故人有孙宰高义博晨云 这两句是道府彭牙行那首诗里面的诗句来的 他的意思是说他的老朋友孙元长 我们现在说元宰可以叫做元长 他的恩义是极之高远可以上达到那些晨云上面 所谓高义博云天这句话原本是出自晋朝六基的文章 不过道府是借用了他的意思 现在我们时时见有人提一些贬额 或者赠送一些錦旗去表扬别人的恩义的 就常用义博云天这几个字 我们现在所谓的就是二博云天这个博字 博字的字形就是草花头下面作一个 末代皇帝溥仪那个溥字 或者有人连溥仪的溥字都不达认识 我可以比较详细地说 溥仪的溥字就是三点水边旁 右边作一个李白道虎那个虎字 虎字下头是作一个尺寸的串字 这个字本来就是厚薄的薄字 不厚的物件就叫做薄 例如人情如指薄就是说人情不够深厚的意思 又例如说薄命薄幸薄情或者浅薄 都是这个薄字 这个意思人身去的 这个字是一个常用字 大家都已经懂得的 但是人情如指薄 既然说人情不够深厚 可以又表扬别人的恩义的深厚 又说义薄云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读作义薄云天 就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有很多人读作义薄云天 照字面解义薄就是不够深厚的意思 就是那些恩义不够深厚就叫做义薄 等于薄情一样 但是表扬别人的恩义 既然是不深厚 何以又要表扬呢 所以我们不能将这个字读作薄字 其实这个字是因薄 并不是因薄 在声韵上 这个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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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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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天的意思可知道他的恩义的高远 又有时遇到国庆的日子 有些人写文章时时写博凯藤宽这四个字 所谓博凯并不是博凯 所谓博凯是直到海边 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陆的国家 到了海边就是大陆进头的地方 古时有所谓普天之下这句说话 所谓普天同兴和博凯藤宽是差不多意识相近的词语 还有一个词语是一般人很容易将博字读作博 即是很多人读作博冒 其实是博冒的意思 博冒就是逼近无恶 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广州话所谓埃满 我们查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词员 都是说得博字和博字都分得很清楚 只是池海里面就没有分 池海里面就无论博与博都是音博 这个不是很清楚 咬文着字 主持宋旭文 《诗诗诗》 《诗诗诗》 《高山养子》 《景幸恒子》 《虽不能知,言心向往知》 这几句是司马迁 《孔子世家赞》 开头几句 意思是说 山虽然是高 我们还可以仰望 那条大路我们还可以走到去 而孔夫子的伟大和高深 我们不能企及 但是虽然不能企及 我们的心仍然是归向他的 现在所说的就是言心向往知的向字 向字的字形是香川的向字 下头作一个方向的向字 这个字有相当多的字意 相当多的解释 不过常用意就是作归向的意思 吹向的意思 其实这个向字和方向的向字是相通的 向字又作往时 旧时就叫做向 又作将近 例如向明和向悔 我们就是说天色将近明朗就叫向明 就是将近天黑 我们叫它向悔 这个字又和音响的响字相通 就是和声响的响字相通 又和享受的响字相通 又和香川的响字头 下面作一个饮食的食字 那个响响的响字又是相通 不过独造向与独造响是不同字意的 其实除了古书之外 我们不应该在现代汉语里面 将这几个字再相云 假如作为音响的响字用 我们应该在下头写它作声音的音字 至于作响受的响字 至于作响受的响字 我们就应该写作亨通的响字 加多一画那个响 假如作音响用 我们就应该写下头从饮食的食字 那个响 从前的文字是比较少不够用 所以时常用起上来 假借同音的字来使它兼职 暂时要它兼一下职 现在既然我们添造了很多新字 这些新字已经将他们的职务分开来了 各有各的职守 这样大家就守回各有各人的崗位 我们不应该再将这些向往的响字 作为音响的响 或者作为享受的响 是来用的 所以现在这个向字 所谓言心向往之的向字 它的字意就越来越窄 现在只残存一个字意 就是向往这个词语 向往这个词语 是相当于 约略相当于神往 例如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 人家去游览过 说相当好的 这样对这个地方加以清赞它的风景美丽 于是我们的心就想去到游览 这样我们就叫做向往 在报纸上这个词语是很常用的 就是口头上也是常用的 不过有一部分人常常将这个字 稍稍读一点点音 读作向往 其实向和响是一个是去声 一个是上声 虽然相差是好微 其实是有分别的 这个字虽然有两个音 但是两个音都不应该相运 所以我们向往是应该读作向往 如果读作向往是不大正确的 《调避纸张,施酒敌,不劳金鼓座横行》 意思是说《调避纸丝与酒与人相匹敌》 而不必敲罗、敲骨才可以横行 现在所说的就是《调避纸张,施酒敌》 这个调字 调字的字形就是所谓剔手边 右边作一个卓越的卓字 也就是卓文君的卓字 调字就是遥动的意思 例如《史记》里面 《孟常君传》有所谓调避而不顾 这句 当人家大遥大摆走路的时候 那两条手臂就会前后遥动 所以就为之调避 邵庸的诗句有三十年来调避行 所谓调避就是很自在的游行 左转里面有 末大必折美大不掉 这句的意思就是说 那些树的枝叶太多太大了 就会趋折 而这个所促养的瘦雷 我们促养的瘦雷 它的尾如果是太大 就不容易摇动 现在美大不掉这句说话 已经成为一句很流行的诚语 例如说人家本钱少 而所经营的生意极大 以至到经济上不能灵活运用 甚至会失败 就为之美大不掉 调字除了作遥动解之外 我们又作交换 交换就是所谓调换 又例如一双鞋 我们左脚穿左右脚 右脚穿左左脚 我们可能叫它调乱 此外普通话里面做完一件事 也叫做调 例如一件事情做好了 就叫做扮调 一件货物卖了叫做卖调 将一个人来杀了 为之杀调 此外还有卖弄也叫做调 例如我们说调书袋 即是广东话所谓调书炮 其实所谓调字就是广东话的调字 就是这个调字 这个调和调字只是一个变调 现在我们提出这个字来说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一部分人 将这个字读作咒 调臂读作咒臂 美大不调读作美大不咒 这个错误由于两个字字形很相近的缘故 我们刚才说到调字是剔手边 而这个咒字就是树木的木字边 有一个朋友问我 他说为什么美大不调 我们读个调字 而戏壁库里面 所谓贵咒是难掌 为什么又读个咒字呢 他显然是将这两个字混而为一 其实贵咒是难掌这个咒字 是树木的木字偏旁 与这个调字 即是剔手边偏旁的调字 根本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认字 假如不认清字形 就常常会有错误的了 咬文着字 主持宋旭文 主持宋旭文 演说 这几句是出自《诗经》大雅 这一章的大意就是讲话文皇营造的灵台 一经动工那些老百姓就来帮他工作 所以不用用多少时候就将灵台做好了 本来做这个台不是一件很急逼的事情 但是由于老百姓都落于为他出力 所以很快就将灵台做好 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 荆齿勿击这个击字 击字的字形很难逐部分讲出来 只能够讲话是积极超极的击字 那个右半边 就是不要的木字边 剩下右半边的就是击字 这个字的字音就是击 和京击的击是同音 击字的字意是作急逼解 例如上面所讲的京齿勿击 就是说不必做得太急 不是一定很急要做的 报纸上的击字是时常会出现 时常会使用的 例如说交通问题击需解决 就是说交通问题很急需要解决 是很急 但是有些人因为这个字 和那个极支的极字的右半边相同 所以未曾经过翻查字典 就将这个字读做极字 例如击需解决 就读做极需解决 于是呢 字意呢 也改变了 我们用极需呢 就是急需 就是很急切需要 而这个极需呢 是极之需要 极之需要呢 是约略相等于必需 必需的事情呢 有时是很多的 既然是多呢 我们不能一一一起去解决 于是呢 就有缓急之分 所以啊 极需和极需呢 不是一样的 因为极需呢 是极需 而极需呢 只是必需 极需的事呢 即是当务之急 我们要先先呢 要将它解决的 所以呢 我们呢 认字啊 千万不要 自己骗自己 自己不认识的字呢 就以为呢 已经认识 自作聪明 以为识了 假如这样呢 会误了自己 若果是将这个字去教人呢 那样呢 就会误了别人 所以啊 这个极字呢 我们应该要分清了 不要以为这个极字呢 就是极字 这个极字呢 另外还有一个字呢 呢 就可以作为动词用的 就是互相敬爱呢 就叫做极 不过啊 这个极字这样用法呢 只是一种方言 就是山西和陕西之间的方言 其他的地方呢 不是将这个极字呢 作敬爱解的 极字呢 也有一个音 是音企 就是和稀企的企字同音 这个音呢 这个音呢 在字典上呢 是音 气鸣的气 和我们广东人读书 读做极呢 是有些少不相同 例如左转里面有 气请于武功功忽许这一句 就读气 我们不读气的 假如呀 读做极呢 激请于武功呢 那就是误读 读做极的时候呢 为什麽呢 是作副持用 即是瓶瓶瓶瓶 所谓气请于武功呢 就是屡次请求赢武功 我们应该呢 是知道呢 这个气字 和那个激字 和那个极字呢 是不相同的 我们这个气请于武功 这个气字呢 我们呢 不能读做激请于武功的 兵甲未识 何以美之 田囚多慕 何以辟之 这两句是宋朝的 黄语清代流远备里面 几句 意思是讲 战禍未曾停止 用什麽方法 可以将战争结束呢 田里面有很多 无草 用什麽方法 去加以开辟 使它可以耕田呢 所谓兵甲未识 何以美之 田囚多慕 何以辟之 这种想法呢 都是好的相臣 在代流入朝的时候 所思虑到的事情来 现在所讲的就是 兵甲未识的甲字 甲字呢 就是革命的甲 现在革命两个字呢 是经常使用的 所以呢 只要说 革命的甲呢 大家呢 就知道 它的字形是怎样 不用我详细再讲了 甲字本来呢 就是去了毛 而经过加工的瘦皮 就叫做革 例如那些皮章呢 我们就叫做皮革 那些皮鞋呢 我们就叫做革理 古代的兵甲呢 是用皮革造成的 所以呢 兵甲呢 有时呢 就称为兵甲 在逆卦里面呢 去故呢 就叫做革 所谓去故呢 是将旧的除去的意识 除去的旧呢 就叫做去故 又叫做革 所以啊 所以啊 革除旧的政制呢 我们就叫做革命 同样啊 一些不好的官员呢 我们将它来解职 就为之革职 革呢 又是八音之中 所谓刨土革 木石金 施足的八音呢 革呢 就是八音中之一 革呢 就是用皮革来造成的乐器 例如那些鼓之类呢 就是呢 是用皮革来造成的 所以叫做革 古时称冰筋呢 又叫做革 所以冰筋呢 古时呢 称做老革 而这个革字的本身呢 是亦是有老 这种这样的意识 有这种状态的 根据洋子方言的解释 因为皮革呢 去了那些毛呢 所以呢 皮毛枯水 那就变成呢 是一个很老年的洋子了 所以叫做革 革呢 要作义 那样解一对义 那样解 诗经小雅里面有 如鸟思革 如飞思飞 这一句 不过呢 以上那麽多的字意 有些是不常用的 常用的呢 只有作为 冰革 改革 两个字意 又我们时常 在报纸里面 看到 一个人 病到很沉重了 那些报纸上呢 就写作病革 其实呢 这个革字 如果读作革呢 是读错了的 如果我们读作病革 是读错了的 它呢 跟病字相连 这个革字 跟病字相连 就不再读作革 就应该呢 是读作什么呢 读作激 所谓病激 其实病激是怎样解呢 病激呢 就是病急 就是病到很危急 就叫做病激 假如读作病革呢 那呢 起不时呢 将病来革除了 那不是反围 就变了好了 所以呢 读作病革是不对的 应该呢 是读作病激 就是呢 那个人呢 已经病到很急了 这样呢 我们呢 就应该读作病激 如果读作病革呢 是误毒的 主持宋玉民 主持宋玉民 使者卑于尊殖,生者斥于朝野, 这两句是出自后汉书陈涛转的,当时陈涛因为敢于大将军梁戚专权,环帝又没有儿子,连连饥荒,灾意是女女发生,所以他就上溯给环帝历陈当时的事干,指出国家的危机, 当时那种情形是死了的人是悲痛于无月之下,生的人在朝在野的人都感觉到休戚,我们概括地说,生的人和死的人都感觉到不安宁了,国家至这样的地步了。 现在所说的是使者卑于尊殖的尊字,尊字的字形是洞月的月字头,下面作一个团兵的团字,也就是新界青山团门的团字,也就是纯正的纯字的右半边, 这个字和洞月的月字下头加一个日直,朝直的直字,那个字是时常连结来用的, 这两个字上头那个是独做津,下头那个是独做直,现在一般人解释津直作为无月,坟墓下面的洞月就叫做津直, 报纸上时常连结,报纸上有死人下葬的新闻,就用这个津直这个词语常用的,有些人读做团直,原因呢,这个津字呢,因为下面是一个团兵的团字,所以有些人就读它做团,另一个原因呢,因为古代的写津直两个字呢,都是没有上面那个月字头的, 只是呢,只是呢,写成团兵的团,还有朝直的直,所以呢,有些人呢,读做团直,其实呢,这个字读做团呢,是不大正确的, 我个人经过稍微研究之后呢,我认定这个字呢,是一个双声字,所谓双声字是为什么呢,就是两个字都同一发音的,就叫做双声, 假如懂得拼音的人呢,就很容易会知道,净直两个字呢,是同一发音的,这一类连绵字呢,不是双声呢,就是跌稳, 而这一类双声跌稳的连绵字呢,又绝大多数呢,是两个字合起来呢,然后才产生一个意义的, 例如我们,玲珑两个字呢,是双声字,不能分开来用的,我们不能单独用一个玲字,或者,单独用一个龙字呢,就表达了玲珑这个意思,这样不能表达的, 由于,啰嗦两个字,我们呢,当它是跌稳,说人家是啰嗦,我们不能单独用一个啰,或者用一个疏字呢,就是表达啰嗦这个意思的, 所以,净直这两个字呢,我们也不能分开来用的,一定呢,是要合起来,然后才构成一个意思, 在左转的注里面,认为,净字呢,是厚薄的厚字,直字呢,是作超直的, 净直呢,即是厚野,厚野呢,即是长野,长野呢,即是永远黑暗,这种这样的解释呢,是牵强附会的, 不过呢,我们不能心疼古人,古人对于相声跌稳的认识呢,是比较金人呢,还没有那么深, 所以呢,常常是望闻生分,假如,解释相声的字,分开去解,这样呢,这些呢,是牵强附会的, 这种字呢,是两个,然后就合成一个意义的 《无语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佛,道德不厚者,不可以史文,政教不信者,不可以凡大臣》, 这几句是出自战国策的,因为苏秦,他遂秦惠王并吞天下,秦惠王就说这几句说话了, 他说那些雀鸟的无语未曾长成呢,就不能飞得很高的,因此啊,文教未修的国家呢,不能够随便去使用武力, 因责施于人,人民不得心后呢,也不能驱使人民去作战的, 法令未行的时候呢,又不能烦恼大臣,在外作战的, 现在我们所说的就是,不可以诛佛这个佛字,佛字的字形是网字头, 所谓网字实际上是写成一二三四的四字,很相似的,下头就加一个言语的言字, 言字的右边呢,是加一个刀剑的刀字,这个刀字实际呢, 是写成呢,好像规则的则字的右半边,即是动两动那样的, 这个佛字呢,这个佛字呢,的字音呢,就是佛,和精佛的佛字呢, 是同音,这个字是听众阮金先生来讯提出的, 本来这个字的字音,大家都不会读错,它的字意呢, 大多数人呢,也懂得是怎样的,就是想佛的佛,就是想佛,处佛的佛, 对于犯了过失的人的处分呢,就叫做佛, 学校里面,对于学生常常有处佛的,例如佛企,佛抄书之类, 所以啊,小学生呢,也会了解这个字的字音,和字意, 但是啊,这个佛字呢,有几个不常用的意, 就是与这个精佛的佛字呢,有时呢,是同意的, 这个罪佛的佛字呢,有时呢,我们可以当精佛的佛字使用的, 所以啊,有时候呢,精佛的佛字呢,不写上这个, 这个,企人边一个干锅的锅,而写成呢,想佛这个佛, 例如啊,我们刚才所讲的,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佛的佛字呢, 本来应该写,企人边一个干锅的锅的那个佛的, 但是呢,书本上呢,就写成想佛的佛, 这位听众的来讯里面, 呢,对于这个佛字所提出的问题呢, 并不是字音的问题,而是字形的问题, 我们这个节目的原则上呢,就是研究字音, 怎样读法,然后才正确,怎样读法呢,是没有那么正确的, 是绝少呢,讲到这个字形的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 但是这位听众的来讯里面,他提出好几个字, 而其中呢,三个呢,都是有关于字形的问题, 佛字的字形呢,刚才我们讲过,就是四字头, 一个原,原字呢,右边一个规则的側字的右半边, 但是呢,另外有一个写法呢,又不同的写法呢, 就是呢,这个网字头,即是四字,所谓四字头, 下面作一个土轮的土字,土人验的土字, 换句话说呢,即是言字边,它右边呢,不是作动两动, 而是呢,作一个赤串的串字,这样呢,这个字呢, 究竟两个字,哪个字对呢,这样呢,本来啊, 作一个串这个字呢,是一个组字来的,有很多字典里面呢, 权威的字典里面呢,没有收入这个字,但是啊,这个字呢, 很流行呢,而且呢,会架灵政治之上, 所以我们呢,不能不加以承认,有些字啊,不画,不能加减的, 譬如,容易的二字呢,加上一横画呢,就变了太阳的阳字, 本来太阳的阳字的政治呢,是没有斧头边的, 所以呢,加上一画呢,就不行了,但是, 就是支乎者也的者字呢,如果少了一点呢,仍然是个者字, 所以逐字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可以采用的。